词曲 李宗盛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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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那 纯寂的记忆 如天线洁白的意 喜欢沉着你强壮的双臂 随着你一起呼吸 感谢你 慈祥的母亲 回忆你我 竟是如此的幸运 庆幸自己 花儿般绽放过的青春 你会是我 他向远方的足矣 我是在延安接手的威选 一九四七年到四八年 在上海做地下工作 四八年七月到新疆 也是为了配合和平解放 就在和平解放的前几天 我接受上级的命令 去迪化见陶瓷岳司令员 等我回来的路上 新疆就解放了 我回到营地呢 看风一定带着我的人上了山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 那后来我的上线去了台湾 以前部队的番号也都换了 没有人能证明我的身份 背包同志 你说的这些 我一定会阻止调查 毕竟这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啊 虽数国民党部队起意投诚了 但我们不能让一个位当工作同志蒙愿呢 以前调查确实遇到了一些阻力 不要紧 你要相信组织 北方呀 你再多想一想 一些线索 比如在上海的时候 都和哪些人接触过 接触的人当然很多了 可不一定他们能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呢 现在到了新疆 就更没人知道了 林显国同志 你好 你好 是八辈女兵牌排长郝玉兰 郝玉兰同志您好 您好 您好 你跟刘北伐以前是老邻居啊 是啊 我们周祖贝贝住在那个弄厂里头 他在那住了两年时间呢 那你跟他很熟吧 熟 他是个修钟表的 经常帮邻居呢 修修换的钟表 哎呀 这个人非常随随 他光修钟表呢 不过他还会干点别的 他很聪明啊 平时呢 他还会帮大家 修修这个 修修那个 哎呀 用我们上海话说 这个人哪 非常棒 那他就一个人吗 没有 跟他老婆 是若琳 你连他老婆的名字都知道 你听说过 小两口非常恩爱啊 成商纯队 进进出出 我们都非常羡慕他 那后来呢 后来嘛 我就搬到武汉去了 听说 我搬走半年之后 他们也搬走了 那四七年你在上海吗 在啊 四七年我在上海待了一段时间 那你有没有看到 若琳被巡警抓走啊 月亮同志 你打听这么仔细 是有什么事吗 就是想了解一下 刘北伐同志的情况 这种事情不好瞎说的 这都是人家自己家里头的事情 说出来呢 是要负责的 那就说你看到了 上海巡警当年抓人呢 很平常的事情 我们龙堂还有其他人被抓 北伐和他老婆都是老实人的 即使被巡警抓了 那肯定也是误会的 那你还记得 他当时怎么被抓的吗 我没有 没有 没有看到 你不刚才说你看到了吗 我没有 我没有说我看到 你明明说你看到了 没有 没有 你那话怎么说到来这儿 这样 这样 玉兰同志 巡警抓人是很正常的 玉兰同志 这样 我呢一会儿还有一个会 你想知道真实情况的 你就去问北伐同志 不是 我就是替北伐来问的呀 我赶紧去开会了 好好好 林显国同志 我就是替老婆来问问你的呀 林显国同志 来跑一趟吗 就不明白了 你说他不是邻居吗 北伐说若林被抓的时候 动静不小 他怎么啥都不知道呢 组织上也派人去调查 是哪个弄的 北伐跟俺说了 没啥结果 是啊 要有什么结果 老刘能至现在这个样子吗 这个林显国磨叽的呀 跟他说了半天 没问出啥有用的东西 把他给急的 可能是他确实也是不知道 那他也不能瞎编啊 那倒也是 他倒是说了一件事 什么事 算了 俺不告诉你 不 你 你干什么呢 你跳大神呢 你在跳大神呢 你看你跟他打乱了 你这精神出毛病了吧 就快了 都快疯了急的 行了行了 不要急了 不就是老刘身份问题吗 那现在怎么了 这几年老刘一样干着咱们的连长 一样为革命的事业努力着他 就要俺说就不一样了 那 那个不一样了 他要是共产党 那是啥样 腰杆都是值的 他现在腰杆也比别人值 想起一个事 俺得去问吧 啥 啥事 那再告诉你 你 你这 你这出毛病了 这 这 这能掐上这啥呀 老刘 怎么了 我等你呢 你干啥 等我 咋了 这边有点新情况了呗 八 八连有事 什么八连 你就想八连的事 你们家玉兰的事 玉兰又怎么了 你上次去上海 找你们的老邻居叫林显国 对吧 对啊 人家拿着你的地址找来了 马连我咋 是啊 赶巧那天你去试部了不在 玉兰一听说呢 就去找人家林显国了 逃根问底儿 打听你过去的事 结果这一下子给人瞎着了 死活就不见他 是我这媳妇 他老婆我添乱 林显国现在在哪儿 团案部招待所呢 好 走了 走 对了 对吧 这是团长 你知道这头住的是谁 我 我听这条说了 林显国 太突然了嘛 他路过这儿 说来看看你 俺这敲了半天门 他为啥不敢开呀 又吃不了他 就想跟他聊一聊 又吃不了他 什么地方吓着人家了吧 你想你往我们这门口里蹲 他不是怕他跑了吗 不是每个人都了解你 天 我瞧 老刘同志 老刘同志 林显 真是你啊 林显国 老刘同志 你 你这么远 跑过来找我吗 对对对对 可算找到你了 真是 林显国 我邻居 我跟你说的 我 我知道 我见了他了 这你可该是谁啊 他快把我逼疯了 我老婆 林显国同志 你好 我现在的老婆 请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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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让他进了 好 谢谢 老刘同志 老刘同志 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吗 我怎么能给你证明呢 这么大的事 我怎么可能跟你开玩笑 你当时是不是看到 若林被国民党头抓走了 我看到了 对嘛 但是我看到了 我并不知道 他是地下党 可既然是被国民党抓走的 他就有可能是地下党嘛 对啊 那你看 当时看到抓他的邻居 还有很多 难道大家都知道 他是地下党嘛 对不对 那平时你们邻居之间 就没有什么议论吗 说他是地下党 地下党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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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党 北伐是你的老邻居了 你得帮帮他 这个对他很重要 但是我 我确实不知道啊 那你和若林后 后来 他被 被捕之后啊 组织上赢就失败了 后来他在龙华 就被杀害 牺牲了 牺牲了 好像不对吧 什么不对 我后来见到过他的 你见过他 你说的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牺牲的时候 六 六月份呀 四八年 不对啊 那个 我是 当年的十月份 离开的上海 记得离开的前两天 我在弄堂里 见到他的 怎么可能 他六月份被杀害 你十月份就见到他 你见鬼了吗 你这件事 我们在那个 弄堂里头 一起住邻居都两年多了 我怎么可能认错他 你肯定是认错人了 我还跟他聊天了呢 对 你跟他说话了 是 跟他说话了 说什么 我说你怎么回来了 他说他经过上海 回来看看弄堂 看看老邻居 然后 就匆匆忙忙地走掉了 若林皇上 皇上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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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乱了 全乱了 以前啊 王大勇是你心里的姐 你现在若林 程玉兰心里的钱 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没死呢 万一还活着呢 我看见他被抓走了 而且报纸已经登了 他在龙华被杀害 怎么可能有错 那你就把报纸给他看 这么 那个年头的报纸 我哪儿找去 你们俩这事 你闻上什么 走 你 我和若林 我们俩 看情非常深 他是为我牺牲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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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说李宗盛还活着 她现在会在哪儿呢 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呢 李显国不是说了吗 都看到她了 还跟她说了话了 要不要去找找啊 说得简单 这都快十年以前的事了 要从哪儿着起啊 你不找怎么知道嘛 要是能找到若琳 不就可以证明你的身份了 你要知道现在找一个人 有多难呢 更好吧 一点线索都没有 更可怕 咱们新疆 离上海征明儿 好几千公里 去又去又了 没有不知道从哪儿开始问 怎么成 感觉是觉得 好不容易有了若琳指导线 要是放弃了就太可惜了 她不还怀着你的孩子呢吗 你就不想知道 那孩子到底生下来没有啊 说实话 我现在心里很矛盾 我们找不到吧 会失望 万一找到了 那你 那解放 你们怎么办 先别管了 先找了再说 找得到找不到 那得先找了才知道 你说呢 没事 我应该怎样 你好 他该想帮你 对我 你这一天 不是 你自己想帮你 留在我 那么处理 吧 我 有 你家这个玉兰啊 真是听风就是雨啊 想干就干 太可爱了 你光是他的 我当然也要找 找是肯定可以找 怎么找 你要去上海了 现在不用吧 我跟刘正伟说了 他说先让组织上帮我找 你觉得找得着的机力大呢 我心里也没听 不过 我觉得玉兰 那句话说得挺好 她说她不想今后后悔 玉兰说得对啊 那是得试试 不过我给你提个醒 要有个思想准备 那若林要是活着 甚至说孩子已经都出生了 那肯定是千方百计的 那过来找你 您看今天 一点音许你没有 那也许她那个有什么难处吧 反正不能因为林显国 有的没的一句话 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一团糟糕 我明白 你要咋啊你 来 来 来 你 你最近你干啥了 鸡铁是这样 你坐这儿 坐这儿 坐这儿 来 来 咋了 我看一下啊 来 你说的啊 你说 是作业 不是 问你 你说你到新疆是四八年七月 对吧 那林显国说她见到若林 是在四八年十月 对不对 是 是不是 没错 你看 你说若林 是在你去新疆前牺牲的 林显国说她看见若林 是在你去新疆之后 就是嘛 这是奇怪 中间差了三个月 你们俩谁在撒谎 她 她在撒谎呢 她撒谎 对啊 人家撒谎干嘛呀 那她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呀 人家一个邻居大老远地 跑这儿来干不撒个谎就走了 那有意义吗 你非得这么半天气跟我说 说这事就是想证明我撒谎 不是要证明你撒谎 你看看 你看看 这 这啥 这什么医院 医院地址 对啊 让可俊给找的 四八年 上海的这些医院 有些已经更名了 这是能找到的 所有的上海医院 你 你找这些 上海医院地址干什么用 你帮我回忆一下 若林被捕的时候 怀孕几个月了 大概 应该不到三个月 三个月 那她是五月份被捕的 她就应该是二月份怀上的 对吧 林显国见到她的时候 是十月份 那她就应该 怀孕八个月了 十月 那不就剩两个月了吗 她老七公公说啥呢 啥年底月初的 你听清楚了吗 会是越来怀孕了 算已染青了吗 这么快啊 这有什么快慢呢 你说不是她会是谁啊 你俩丢不啥呢 哎呦 不好意思 她说雨伦完育了 真的 还能确定吗 至少是大月了 不是 你雨文学的不怎么样 酸出招了别 你别打叉呀 不是 你试试这个阶段 生的孩子应该 对不对 应该 嗯 怎么了 把四八年所有的生亚的医院 能找到的都找到了 咱们可以写信去问一下 有没有一个叫若林的人 来这些医院生过孩子 这一查不就能查出来了吗 你说呢 这是你想的主意 对啊 你说俺的主意好不好 能找到那么多医院呢 是 一般情况是这样 可是万一呢 万一你想林晓国 看见若林的时候 他跟他说了话呢 是啊 那个时候肯定是在上海 对啊 按他说的 可是两个月之后 生孩子的时候 未必就在上海了 你给上海写信息 有什么用 你这只是想象啊 还有啊 那生孩子 不能把一家一等于二的 那么去算 那还有早产或者晚产 你在老网那消极的一面 去想呢 那我们总不能这样坐等着吧 那得干点啥呀 那万一能找到呢 那不还是你的孩子呢吗 这事就听俺的 好吧 我们写信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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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郝玉兰不可能怀孕 至少不是现在 你咋那么确定 郝玉兰要是怀孕了 老刘能不告诉我吗 爸就到这个节骨眼上了 还要去找她前妻 我这不胡闹胎吗 你说啥 老刘要去找她前妻 是啊 你姐没跟你说吗 玉兰姐也知道 对呀 就是郝玉兰 串弄着老刘去找她前妻嘞 你等等 你等等 这话俺咋听不明白了啊 这啥跟啥呀这都 这话说明白就长了去了 那你赶紧的 长话短说 姐放了 对对对 弄得很好啊 看 姐放弄了 管用了 来 再贴上 给她 这个字念啥 这个 这个 怀 怀海战艺 就是这个咋 阿姨那是个准 准备的准啊 这是三点 这差一点就差一点了 那是 说不到了 那还是自写得太赖了吧 能看明白就行了 对 对吧 你说上海是个啥样 还有出了老家 就在这儿马林屋 这啥地方都没去过 上海啊 你 你不是在那儿生活过吗 能有几回我带你去 来 我给你 哦 真不错 没关系 我没关系 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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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后面来 看我的炮灼啊 两个月的金街 你齐礼啊 我也别急 坐牌好对啊 大家坐牌了啊 怎么了 几个月了 几个月了啊 谁说谁啊你 你不是有了吗 你都听见了 对呀 你忘了 听见啥了 那天你不是跟北花说 酸鱼产期吗 是啊 几个月了 对 一蓝 还不不好意思 是啊 这呀是保胎的偏方 我都给你准备好了 那天啊 你这个跟鸡蛋煮着吃 然后呢喝汤 一天吃撒鸡蛋 保证你生成大方小的 对对对 保证姐就是这么生的大方小的 真谢谢你那么信心 快拿着快拿着 还上了吃真的 还上了吃真的 真的还好啊 还上了吃 还了肯定会告诉你们 还有啥不好意思的呢 真是 没坏你俩算啥日子 是啊 不过要按说啊 你们俩总该还了自己的孩子 你说凌晨养着别人的孩子 心里不能有点啥想法啊 是啊 他对解放就跟秦深儿子一样 没有啥想法啊 你可别傻啊 那自己的跟别人家的能一样嘛 是不是 就是啊 你是自己没当过金马 你相信啊 你要是一个北伐生意 你看看连长看你那个眼神 绝对不一样 北伐北伐你叫得清啊 不跟你狐狸狸 姐 不来不来不来 不要我打电话去 不来不来 姐你来不来 姐你先来不来 没事没事没事 快来姐 你们看 看啥 这两步走的 要你说 这也不像怀了呀 你觉得可能真没怀 你那个眼睛是透视眼 你还能看出来 还照能的呢你 你看他走得疯疯疯 我的哪儿 行行行行 快快快领钱去你 指导员 那个老干部津贴咋就发一次啊 啥老干部 好 你笑傻呀你 你赶紧赶紧发完了 赶紧让我走走走 学长他不起领啊 对不起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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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万二万二万 二万八块 还有呢 那个 你们家的都 四十人两个 你们家的怎么那么多呀 亦兰 发心天了你不领了吗 云春啊你咋不领啊 领过了 你干什么好吗 没干啥 学习呢 说没干啥 说瞎话脸都红 谁脸红 你干啥你 可是 这还没怎么着呢 你要瞒着我 你干啥啊你 这事就不能过了 这 这啥 藏私房去 你要是感动一分 俺都跟你歇 藏私房钱 还这么明目张胆 你真的全世界都头一份 俺这有大用处 你干啥用啊 干什么用啊 俺琢磨着 都这么长时间了 该有幸了 要是能找到弱铃 要是能找到弱铃 俺这个钱留着 给你去找他 老白子啊 有你的心 你出来的 来了 你起什么 是俺的心吗 算了 哪来的 算了 不准一封呢 来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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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那走吧 好 我看看 这咋都退回来了呢 你看 这 这上面写着 查误此地址 这一封没有 你读读我来听听 刘北华同志 今何时 本院在四八年底至四九年初 并未解受你想要找的人 刘北华同志 今何时 本院在四八年底至四九年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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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未解受你想要找的人 没 没事的 没 没事的 刘岚姐 姐 怎么了 可能跑到鸡背里有点不舒服 那 那咱们进去说吧 不用不用 哪是想问问你啊 上车上你帮俺查的那个 上海医院的地址 咋都是作废的呢 姐啊 是这样的 这解放后啊 上海的很多道路 都重新命名了 有的医院也都重新签纸了 咱们事部更新的资料比较慢 有错也是难免的 我当时看你着急 就把能查到的资料 先整理好给你了 那 那新的医院地址能 能查到吗 我当时就想问你啊 姐 你要这些医院地址干什么 要找个人 找人 那这就难了 这几年每个单位的人事变动都很大 这最难找的就是人 姐 怎么了 要不要去医院看看 不用了 恭喜啊 刘连长 这又当爹了 又 又当爹什么意思啊 是啊 你怀孕了 两个月了 你说啥 怀孕了 怀孕了 你这也不是第一个了 要注意饱暖 少干些体力黄 这你都知道 谁不是第一个 我们是第一 那 那解放 解放不是按亲身的 对 那是 她是第一次 真怀孕了吗 你看看仔细一点 这绝对不会有错 我看 你这无错嘛 你看 你能看懂啊 她 她 反正这加号还是减号里的 反正就是 她是代表用的 真的没错吗 没错 看上面是阳性 不会错的 对吧 她这是第一个 你啊 回去这样让她注意 少干些体力活 注意保暖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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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干 就绝对不干 行 好 那行 北方 她想把孩子给打了 你 你说啥话这是 她说她想把孩子给打了 你休想 那若林还没找着呢 反正怀上了 那万一找到咱们 你万一找到了 我也不能不要你和我这个孩子 这是从一开始就规定了的 啥一开始就规定了 这是我定的 我还没想到会怀孕 这事就没有咱商量 你这么想这个事啊 若林和孩子现在事实是我还不知道 现在能够知道的 是我肚子里又有了 你肚子里又有了 你肚子里又有了我的孩子 是吧 咱们总不能为了不知道的 放弃现在知道的 是这个道理 你敢不能半通而废吧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可是到现在 他们俩不咱还没找着吗 那既然没找着 索性这票这样的翻过去 因为这个孩子这个时候来就是天忆 啥天忆 也不信 那信不信有你啊 反正你给我回家好好养着 你再跟我说着 这乱七八糟都跟紧 那你身份咋干呢 现在啊我的什么 也没有你和这个孩子重要 是吧 回家养着 不听 你干啥 把孩子打过去 喂 喂喂喂喂 你反了你 你 你干啥你 跟你说懒打了 你说了什么 你说了不算 这孩子是咱俩人的 你一个人说了算吗 那若离来懒算啥呀 你打谁 我干我打你我打 你打谁你 你不听我 你别打你 我就不信了他 你别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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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脸 た给人 wurde 姐 你要去哪儿啊 赶去一趟邮局 姐 你别怪很多事啊 你是不是在帮连长找他前妻啊 真的啊 安邦北伐找到若琳 你傻呀 你找到他你咋办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俺的脾气 不知道若琳还活着就算了 现在知道他还活着 俺啥也不做 假装不知道 你说俺能活得踏实 那你找到他你就踏实了 赵远坑更不踏实 至少能帮违吧 证明他的身份吧 姐 你就那么在乎连长的身份了 那比你的婚姻还在乎太多 知道你是未然好 现在想不了那么多了 我光想着饮不起眼该做啥 以后 我再说啊 姐 我这也想不想着火 也想不到 就是那些 你能去找我的 你不想着火 不想着火 这就得到你了 我能去远连长的 我能去找你 你不想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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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买十张邮票 十个星宝 好的 有没有霸连刘北伐的来信 我尝一下啊 没有啊 走您的钱 好 这有刘北伐的退信啊 好 快点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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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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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快点 快点快点快点 行差不多可以了 真好看 可以可以可以 齐了齐了齐了 可以了 好笑点啊 吃好了 不是 白豪 明姐啊 咱们大家伙在一起过个年 食堂呢准备了好许好肉 还给大伙包了饺子 咱们啊 也来个共产主义 好 好 共产主义 就是这个啊 咋呢 赵新姐 连这个你都没见过 是 那也太好实现了吧 当然了 要不然共产党威信那么高 是吧 赵大阳 对啊 不就是一顿饺子的事吗 那你跟我说你想吃什么 给你吃个糖 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 你俩是两口子啊 啊 怎么 怎么 只要一见面就差价呢 当过鞋也差价呀 我跟你说 两口子才不这样呢 对 那我跟大伙 我们俩从来不吵架 就是这王承喜 整天叽叽歪歪的跟我过不去 我跟蓝英也不吵 赵新姐 我怎么这么不愿意听你说话呀 俺家承喜是老师 他哪给你过不去 对 是老师 是老师 蓝英 我跟你说 俺家赵新姐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对的 帅哥 告诉你 你呀 真的眼睛说瞎话 真的 py 可能 好了 好了 来 就你什么了 拿拿吵啊 女的也吵 你们要吵架 我把那个胡彩哥叫来 给你们当裁判了 别berg 不要啦 快来啊 走来 快来啊 我这说错了 我吵了 谦哥 哪是彩鹅 对对对对 涛涛啊 那个彩鹅呀 那个彩鹅呀 你给他们吵一下 吵啥菜呀 这两口子啊 刚才呀 一直在吵架吵架 我说你们吵架都不够专业啊 彩鹅吵架那是专业户 你看 你说啥呢你 信不信啊 撕了你的嘴 你说啥呢 你咋这眼 你说啥呢 这个眼睛 那算你的嘴 你咋嘴 说啥 慢点可认诺了 不出去看看啊 我知道 这会儿写这么多了 我看看啊 绿竹别奇异三文景 红梅正代万家春 写得好啊 今年啊 咱们一定要讨好好的 过个好年 当然 最重要的 是你们家的战争啊 结束了 谁 谁家有战争 这和平人的 你看 咱们不是战争啊 你看看问你家这事 我的头发愁头都白了 什么 我 我刚才哪儿要白 哪儿白了 你看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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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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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 真的白了 哎呀 我跟你说 我咋咋咋咋咋咋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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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说啊 你们家一有事就把我瞪起来 一有事就把我瞪起来啊 我都觉得我们家二曼 都快吃你醋了 我 我真有让她吃 那个东西的资本 好 你要这么说的话 我努力让你们家玉兰啊 吃我的醋 这女兵 也来三年了 可不吗 刚来的时候啊 哭天磨叨 你看现在啊 在外面一个一个乐得嘎嘎的 有家好啊 那肯定的 你让我试试写一个呗 你让我试试写一个呗 我写一个 好 行吗 没有问题 那 服 对吧 你看怎么样 好 你看 好 谢谢 常常从明天开始 我这个事 对吧 那我外面的事你安排 啊 哈 不是 你等等我 等等我 唉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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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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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们 诶 敬酒啊 说你这话 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带阴雨 黄河的风 这一朵 吉祥的云 才随你而远行 我挥手 路迢迢 千回百转 千只一颗心 只别我 天无以欢喜 千年成熟 年始烈的句话 大眼光飞 你是落脚的地狱 千里万里 你是梦里的人 千里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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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